北宋六贼之首蔡经,他是如何将大宋江山推进了深渊? 蔡经从一届书生到成为执掌大宋帝国的宰相,在他的人生中有两位宰相对他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是韩中燕,另一位是曾布蔡经世西宁三,年1070年的近世,当时正知王安石变法方星为爱之时,神宗是王安石为古。 供新党人士当政,于是蔡经便加入了新党元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 折东即尾随着高太后和旧党人士司马光的上台蔡经意识到新党的气数意见,于是他又加入了旧党,但是世事难料,没想到高太后一死折东为了报, 附高太后对自己的压迫和严格管束,又排斥就党,启用新党废止就发推,行新法蔡经也迅速地更换,那两面以新党人士的面目出现,并且当上了户部赏书。 成儿张敦眼中的红人本来前程大好,有可能跻身执政大臣的行列可是张敦, 却被层部打败张敦遭贬之后蔡经也跟着倒霉,被撵到杭州去了蔡经是一个, 时刻都寻找机会东山再起的人折东赵旭, 自从高太后死后生活上开始四五纪,但冬遇过度没过几年便一命呜呼,那徽宗召集登基之后尽管做了皇帝, 但依旧没有忘却他自己喜爱的艺术,因此他让人在杭州设置了一个仿球古玩书画的名金菊并派宫里的宦官同贯, 负责这个事情使被宋灭王的两位罪魁祸首的人物就在杭州聚首了精明的蔡经指导同贯是皇帝面前的红人, 因此他想法是把他和同贯拉上关系,将自己搜集到了一些古玩书画, 以及一些他自己所惠的一些屏障,上面托同贯交给赵旗, 徽宗即位之初请向太后听证,向太后倾向, 于旧党韩席之子韩忠燕和曾布分任左右铺叶忠燕, 柔落势多绝于不不由不能容,由于曾布与韩忠燕不合, 因此他俩在朝廷终命争暗斗争权夺利的事情时有, 发生但韩忠燕的权谋不如曾布明显, 处于夏丰为了扳倒老对手曾布韩忠燕想到了此时的蔡经, 因为蔡经符合皇帝的口味,这样的筹码必然, 会使得他和曾布的竞争中更胜一筹, 蔡经就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召入京师任汉林学士, 承指兼修国使之后爬上了宰相的职位身的皇帝宠兴独揽朝政大权, 自从蔡经当朝徽宗基本上部, 在顾问国是每天只是亲戚书画, 而蔡经只需要逢您徽宗即可1101年, 为了修景林西宫,朝廷派人从苏这一带开采了许多太湖时这些千禧百怪的石头立刻引起了徽宗的浓厚兴去蔡经为了迎合召集, 并派人再诉这一带寻找花石刚从百姓手中巧去豪多远来的其真意识, 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师从此百姓苦不堪言就这样蔡经, 慢慢地将大宋江山推进了深渊, 他也成为了历史的罪人正所谓, 人在座。